在中共十八大上 三一重工董事长梁稳根语出惊人 他说大部分共产党员找的老婆 比非党员的老婆要漂亮一些 对此网上有篇署名凌晨的文章评论说 虽然这种话说出来让千人艳万人闲 但用来做中共招纳党 党员的文宣倒是天造地设的门当户对 当年毛泽东为了鼓动暴民流氓造反 在其名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 不也声称可以上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吗 十八大既然宣称毛泽东思想在党章里毅然不动 那么就没理由把梁稳根这句成前起后的名言弃之不用 薄熙来王立军的案情通报 也都有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的说法 既然从中央到地方 从打黑英雄到红歌教主都好这一口 那么用女色招揽入党积极分子 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现在是商品社会讲究行销炒作 为什么党组织就不能改变一下宣传作风呢 成天的心情沉重的谈亡党亡国危机 实在让人感觉疲惫 与时俱进的改善一下自己的形象 未尝不是一个挽救自己的办法 放眼世界潮流 政党做宣传广告早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 中共领袖除了学习欧美政客 搞点亲民骚之外 还应该胆子步子更大一点 为人民服务虽然经典 但与时代脱节 更何况内容虚伪 令人嗤之以鼻 不如痛痛快快的让其寿终正寝 老老实实的承认 现在入党无非就是为了钱 权色力 因此中共旗帜鲜明的亮出女色招牌 既能体现科学发展观精神 也能与中共特色遥相呼应 所以用党员容易娶漂亮老婆 来做宣传口号 实在是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新浪博客有篇文章 题目叫从亩产万金到中国 是个法治国家 文章说1958年人民日报报道 麻城建国社出现天下第一天 早到亩产36900斤 随后这片神奇的土地 迎来了多达10万人次的参观热潮 不仅周恩来等中共高层来了 还有来自朝鲜 苏联 越南等共产国家阵营的专家和学者 据当事者回忆 几乎所有的参观者都看出了弄虚作假的端倪 但没有一个人敢当面点破 按说对亩产三万斤稻米的可能与否 农民家庭出身的毛泽东是应该知道答案的 但他不仅自己深信不疑 还讽刺后来对此提出质疑的人是启人忧天 有些科学家竟然也复合的提出了 亩产万斤粮的科学论断 而历史事实和真相狠狠的抽了他们一记耳光 据麻城县制记载 1959年饥荒 饿死病死7.8万人 腹肿 肝瘦 子宫脱锤等离病者近20万 全国饿死的几千万人 是这个从上到下都说谎话的国家所付出的代价 文章说 时至今日中共说谎的水平与时俱进 当聂书彬案 呼格极乐图案的真相已经大白于天下 但至今仍不能昭雪 当杨家案 周正龙案在诉讼程序上错误百出 使用手段和做法令人发指的情况下 竟无人过问 当李庄案等迫害辩护律师案件一再发生时 司法部还落井下石 让律师讲政治服从大局 当各级法院在地方政府官员的指导下 每天都在大批量的制造冤假错案的情况下 当局还是坚持不让司法独立 一意孤行的要建立所谓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在这种背景下 居然还大言不惨的向世界宣称 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文章说 你们就吹吧 1958年吹粮食的牛皮 吹死了几千万老百姓 今天吹法治的牛皮 代价是不是应该由吹牛皮的中共来付出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